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做鸡蛋糕 只是需要四种材料,非常的简单 首先在干净的锅里插入蝴蝶棒 再加入糖和鸡蛋 设置12分钟,45度,速度4,打发 在等待打发蛋糕的时候 先把烘焙纸剪好 然后在周围涂上薄薄的油 接下来,我们使用3分钟速度3 不需要设定温度,继续的打发 将面粉均匀的撒在面糊周围 15秒,速度2,混合 下一个步骤,我们将小美设定15秒 反转,速度2,再从洞口中倒入植物油 打开盖子,轻轻的翻拌 确保没有结块的面粉 预留一小部分的面糊 然后将巧克力粉轻轻的混合 搅拌均匀 把面糊从高处的倒入模具里 这样可帮助消除气泡 把巧克力面糊放在原生面图上 随意的拉花 把模具盖上细子,再用橡皮圈细紧 接下来清空煮锅,再加入1L的热水 记得使用蒸夹以避免蒸气孔被阻挡 加上蒸锅,以40分钟,Varoma速度1,蒸蛋糕 时间结束后,我们静止5分钟再打开 开盖后,我们移除细子 古早味鸡蛋糕就轻松完成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